牛蚌有平民人生的美育 台湾全盛时期 种植面积上千公顷 但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之下 目前只剩下数百公顷了 不过因为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以及营养成分 深受不少人喜爱 中秋节烤肉吃月饼 牛蚌茶还能帮助您消极解密 中秋节烤肉吃月饼 美味佳肴 一口接一口 但一不小心恐怕过量 一颗月饼大概就相当于 是我们的一碗饭的 那个含糖量了 吃月饼配茶或是咖啡 担心睡不着吗 牛蚌茶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还没有加咖啡 你睡前喝的话 也不用怕睡不着 牛蚌茶呢 它除了就是可以帮助我们 去油解腻 对一般人来说的话 我们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不过因为牛蚌属于寒性食材 体质寒性的人 营养师建议一次不要吃太多 牛蚌有东阳僧 以及平民人僧的美育 因为含有丰富的纤维素 营养价值高 甚受日本人喜爱 台湾在全盛时期 种植面积高达上千公顷 但在国际竞争下 农民纷纷转型 这看在牛蚌达人 许先生眼里相当不舍 就怕这项传统产业没落 许先生将危机化为转机 将牛蚌加工制作牛蚌茶 牛蚌饼干 打开牛蚌内销市场 成功逆转胜 记者综合报道